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百科太太 很多人喜欢每天喝一到两杯咖啡来提神 其实,每天适量喝咖啡,对健康有非常多益处 咖啡是一种富含抗氧化剂的饮品 其中包括多分类化合物和抗氧化酶 这些抗氧化物质可以帮助抵抗制油肌的损害 减少氧化应急和炎症反应 保护细胞免受损伤 不过喝咖啡有一些食用禁忌 喝错的话反而会严重危害我们的健康 为了全家人的健康我们一定要知道 1.喝咖啡千万别抽烟 建议大家喝咖啡时千万不要抽烟 咖啡因可以增加心率和血压 而烟草中的尼古丁可以收缩血管 这可能导致心血管系统的额外压力和负担 增加患心脏病和中风等疾病的风险 还有研究标明 喝咖啡时抽烟容易致癌 咖啡因和烟草中的化学物质可能相互作用 增加致癌物质的形成和毒性效应 这种相互作用可能导致更高的细胞损伤和突变风险 从而增加癌症发生的可能性 这是因为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数百种有害化学物质 其中许多已被证明是潜在的致癌物质 当您喝咖啡时 烟草中的有害物质可能会与咖啡因一起进入体内 增加对细胞和组织的毒性负担 大大提高癌症风险 二、不要喝过烫的咖啡 很多人喜欢早上喝一杯滚烫的热咖啡 但是这样其实会大大提高你患上死到癌的风险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在2016年 对热饮料和癌症的评估中指出 将饮品温度较高 65摄氏度与食管癌之间存在潜在联系 多项研究证明热饮料在持续时间长 且温度高的情况下 可能对食管黏膜产生刺激性作用 可能增加食管癌的发病风险 要减少任何潜在风险 建议保持适度饮用咖啡的温度 避免将咖啡饮用到过热的程度 让它冷却一段时间 在饮用 这有助于降低对食管黏膜的刺激 3.咖啡跟酒要间隔至少2-3个小时 专家警告 咖啡与酒不要同时饮用 因为酒精会起到使人兴奋的作用 过量饮用可能导致酒精中毒 而咖啡的主要成分是咖啡因 适当饮用具有兴奋提升和健胃的作用 而饮用过量同样可引起中毒 如果酒精与咖啡同饮 状如火上烧油 会加重对大脑的伤害 并能刺激血管扩张 加快血液循环 极大的增加心血管负担 造成了危害超过单纯喝酒的许多倍 如果酒后要喝咖啡 也一定要间隔2-3个小时以上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记得按赞还有订阅我哦 也记得按下小铃铛 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视频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